大家好,我是雲丹 今天,Ru-chanが熊本まで会いに来てくれました ずっと気になってたフルタリングに行くこともできました 沢山汗をかいて楽しかった なので,今日の動画は 汗をいっぱい流したぞ Hello,大家好,我是Ru-chan 我跟文丹終於結束一個月的遠距離了 そうね、デートね、できなかったね 那這次非常特別的是 竟然有場商要支助我們兩個約會 就是Sofina! 謝謝Sofina! 謝謝! 但這次Sofina就有給我們兩個一個任務 就是我們兩個要使用Sofina他們全系列的底妝 來實測就是一整天我們去約會的話 我們的妝會被脫妝 我們兩個就想說這種實驗性質的東西一定要認真的做 所以我們這次的約會行程就是 我們兩個要去室內攀岩 因為文丹非常會流汗 不知道這次Sofina有沒有辦法對抗文丹的流汗體質 Sofina是我在學生時代自己就很愛用的品牌 因為它是開架 它價格又不貴 老實力又夠 很常用屈臣室之類的買 那在日本Sofina也是非常知名的 畢竟這種學生啊 青春活力就是強調透明感 所以他們就找做這種木系來代言 我都知道有名的 對,我都知道有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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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基本上都知道 那這次我們使用的樣傑是Sofina 專門為台灣人設計的底妝系列 因為台灣的天氣比較熱嘛,又潮濕 那台灣女生的大部分也是T字部位會出油 兩頰會偏乾的混合肌跟大油肌 現在你養的天氣是熱 哈哈哈哈 這個樣傑底妝系列在日本是買不到的 只有台灣才有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直接開始化妝 Go! 化妝首先最重要的就是隔離乳啦 Sofina的樣傑水潤磁效妝前隔離乳 它是淨化版 你們看它的瓶身有多加雕化的設計 變得很可愛齁 自己在東京用了兩個禮拜 但是文章是第一次用 哈哈 因為Sofina強調的是自然妝感 所以他們都做得很好推勻 就不會太厚重 因為隔離乳裡面有添加一點珠光 所以皮膚就比還沒擦隔離乳之前 還要亮一點點 超級自然的 但真的保濕度很高 肌肉很適合 嗯 那因為日本天氣比較乾 我們兩個這次用的是水潤 如果台灣比較容易出油的話 大家可以用它們家的控油 也是很熱銷的 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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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那擦完隔離乳 我們現在就要正式上妝 上妝 Sofina跟屈城市獨家推出了餡料美妝蛋組合 上面還有Sofina的logo超可愛的 本來沒有嗎? 本來沒有嗎? 我只要買一張 哈哈 我好像要通訪了 沒有沒有 美妝蛋是可以沾水跟乾擦的 那我們聞到就先乾擦 用美妝蛋輕拍的話 也可以讓粉底衣跟肌膚更貼合在一起 不會有那種脫皮的感覺 因為聞到很容易脫皮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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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聞到的皮膚比較乾 我本來也是蠻擔心的 結果沒有 對 沒有 果然用美妝蛋比較好推 我覺得很修飾毛孔 然後聞到的話是拿美妝蛋乾擦 那我的話是有沾水 我們兩個妝感就比較不太一樣 我照近一點給大家看我的臉 大家看得出來跟剛才隔離乳有差的是 它的毛孔變得更修飾 然後它的粉底衣是有防曬細素的 所以出去也不怕骰 那最後的重頭戲就是定妝蜜粉啦 最後一點殘留的小毛孔就是用蜜粉把它遮起來 有上蜜粉的話會讓整個妝容看起來更完整 聞到雖然會化妝 可是它平常是不會擦這麼多層的 聞到第一次的蜜粉體驗 那因為它是松粉型態的蜜粉 所以擦起來也不會有太多負擔 可不可以不要浪費我的影片片長時間 那給大家更近看一下我們兩個現在的底妝 我們現在上完底妝之後呢 我還要拆一下護唇膏口紅什麼的 然後都整理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出去室內攀岩 看一下Sophina的持妝效果到底怎麼樣 因為文當的公司有幫他租車 所以文當每天都開車上班 然後我們兩個約會也可以開車去約會 這是我來熊本覺得最開心的事情 因為我們兩個在一起這麼久 從來都沒有這樣子一起開車出去玩過 有一種真的是這種新生活的感覺 我們今天要來的是在熊本商店街 一家叫做Gamma Wall上通的室內攀岩廠 下來了,有雙氣出來了 哇,很有feu耶 第一次來的話要寫這個同意書 就是你知道室內攀岩是有危險性的 如果發生事故的話就是自己的責任 那我們是第一次來的話可以體驗30分鐘 或是一個小時還是一個小時半 價錢是1000元、1500日元跟2000日元 這個攀岩廠長長這樣整體還滿低的 然後也不大 是給小朋友還有第一次玩攀岩的人用的 這裡也有可以換衣服的地方 所以大家不用直接穿運動服來 一般來說這個鞋子住是要錢的 可是第一次體驗費這個錢也含在裡面 第一次體驗費這個錢也含在裡面 我們來練習 很棒耶 哪一邊都不能上去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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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理矮 超無理矮 喔 喔 每個顏色都是不同的Course 這個有寫S的就是Start 從這裡開始 有寫G的就是Go的 最後的中點3 這裡有分級表 最簡單的是粉紅色 一路最難的到黑色 黃色跟粉紅色的話 腳可以隨便踩在每個顏色的石頭上 從藍色開始就不行喔 就只能踩在那個顏色的石頭上 他們有準備這個箱子 是給手流汗的人可以用 就可以防滑 喔 粉 好 最輕重的 哈哈 對 好好玩喔 голос 吃 挑戰紅色 紅色起點是橫的 在那一段時間 加油 文藤加油 很棒 帽子有任何人都可以 很棒 很棒 再次 我可以把脖子描住 我可以把脖子描住 可以移動一下嗎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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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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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挑戰嗎 不可以 我們文藤要挑戰橘色橫的 失敗了現在他重新想要怎麼走 啊 啊 無理 失敗 文藤要問橘色要怎麼走 因為他不會走 等一下再挑戰一次 第一次的4級是很難的 啊哈哈哈 啊哈哈哈 辭職了我可以 沒問題 他被教練之一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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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 他被教練之一他的能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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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今天今天要挑戰橘色正方形 我們文藤現在要挑戰橘色正方形 加油 嗯 剛才很累齁 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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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邀請你做到的 非常地出動 對 三秒三秒 三秒 三 噢 阿虎 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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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目標就是要完成橘色 對嗎? 橘子炮了 橘子炮了 你覺得很累嗎? 你覺得很累嗎? 而且頭很累 你覺得最初怎麼做的 今天總共有八集 文盪已經進展到第五集了 好厲害喔 我吃到第四集 我一般是不會流汗的 可是這個運動真的蠻累的 讓我流很多汗 我們現在換完衣服出來了 我們是完全沒有補妝的喔 剛才文盪流了超多汗 我用了 我完全沒有押起來 怎麼押起來? 不押起來 我們直接用衛生紙測試給大家看有沒有脫妝 整個被叫人擠文盪 沒有脫 沒有脫 而且現在妝感還很漂亮 沒有脫妝 沒有脫妝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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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妝容現在還是很完美 可愛 這全部壓給大家看 不要緊張 即使這樣弄它還是沒掉 好啦 完全沒掉 真的 厲害 對啊 完全沒有掉 晚餐我跟文盪要來吃博多拉麵 九州就是拉麵好吃 這一間店一口角五個兩百塊 他們的白飯跟餃子也是兩百塊 所以等於白飯根本是免費的 我們文盪剛才流汗流到整個頭髮都亂掉了 好餓喔 你更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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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看起來好好吃喔 九州有名的就是豚骨拉麵 我跟文盪喜歡吃豚骨 所以來九州超開心 開動吧 看文盪吃拉麵就覺得心情好 絕對好吃 這 你現在最好吃的嗎 對 這是我吃過最好吃的拉麵 認真台片 很驚訝 路邊寫個嘲笑 真的好吃 其實本來是沒有要詳細介紹這家店的 但是因為真的太好吃 我傻眼 我要好好跟大家介紹一下 普通一碗豚骨拉麵是650日圓 文盪是有加溫泉蛋的 這樣是750日圓 太好吃了 吃一顆煎餃 看它煎餃是跟拉麵一樣強 煎餃也好吃 欸 這家店很強耶 適當地入到這麼好吃的 很驚訝 這個人真的好煩喔 因為比預想中好吃太多 文盪會去買一球麵 這家真的推薦給大家 都我們吃完我去拍招牌給大家看 這裡有100.10點 有100.10點 有100.10點 這麼多 但是我們當飽 你以為這麼簡單嗎 有100.1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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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在鏡頭裡面可能看不到 但是實際上文盪這裡是有脫一點點妝 但是就是一點點 其他部分都沒有脫 嗯 有100.1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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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家店整個氛圍長這樣 不大但是很溫馨 好 好吃 好 就是這一家 葡萄拉麵一燈 真的好吃 好吃 我跟文盪現在商店街的書店 在那邊買了兩本熊本的觀光書籍 這樣就可以去很多地方玩了 我們現在已經回家了 等一下就要上去了 其實今天是我第一次到熊本的市區 開心開心 也吃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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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好吃 也吃過了 也吃過了 現在的時間是日本的晚上9點多 我們兩個是差不多今天1點多出來的 所以我們已經在外面8個小時了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的妝的感覺 我自己是乾性肌覺得保濕度很夠 我今天是完全沒有補妝 連口紅都沒補 你們看我的口紅的妝都已經掉了 可是我皮膚的狀況還是很好 保濕度還蠻夠的 因為日本的天氣比較乾嘛 我脂肪很便宜 但我今天完全沒有補妝 對 文盪通常到晚上的時候 皮膚就會開始有點出油了 化妝崩潰了 很珍貴 我自己的 最後提醒大家 在3月開始呢 就可以去屈城市 搶購這個限量的美妝蛋組合 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學我啊 它的價格比單買一支粉底液還要優惠耶 現在不買更帶核實 核實 我們聞到真的是很可愛 好 那這影片就這樣子啊 大家掰掰 掰掰 再見 掰掰 掰掰 see you next time 來吧 來吧